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金神童果然是在这里 说 你们福利院是不是有个金童的混合 黄院长 魏公主的眼睛先天残屈 那福利院那么多孩子 为何非要移植这个孩子的眼睛 极有可能就是传书中的黄金神童 我还要用 自然是要最好 发了 是 是 有这么个孩子 他乃是我要亡谷失踪的圣子 若是有半点叉吃 你受死吧 虾子也想吃饭 我不是瞎子 其实我有眼睛呢 就不过被人挖了 明明就是瞎子 还敢撒谎 给我打 其实你的眼睛对我忘了好用 还别说挺好用 你挽我眼睛 给我打 没事 我 example 住手 听限颗 说你这眼睛是天生的吗 啊 是 坐着 太好了 你就是我的小师弟 恭喜圣女寻为圣死 我受了 冰晨 红金脸后 你谁也 手都说用你了 先走 四楼 大夫 我好难受 我老公常年不在家 我夜夜固执难眠 辗转反侧 我给你开点安神的药好不好 不如今晚 你跟我回家 好好帮我 检查检查 根治根治 老婆 老公怎么了 哇 这位姑娘 你要请我还她一个忙 老公 一九父母心嘛 神之大老远的来都来了 你要是能帮的话 就帮一下嘛 哦 这位姑娘 你一直 这么样子 累不累啊 你要是累的话 我给你倒碗水喝的 不用了 老婆 我乖不乖 我方才不在的话 你是不是就给她根治根治了 啊 不不不 不会不会 月如 来 月如 你的病又犯了 我没事 我这是老毛病了 你休息一下就好了 这些年辛苦你了 当初我从福利园被赶出来 是你救了我 照顾我 你我是夫妻 我们本就是一体啊 好 不说了 这些年 我自学医术已经小我所成 你的先天性心脏病 我已经有了十足的保护 眼下 就缺一味药材 你说的 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其他药已经配齐了 眼下 只差一株千年人参做药饮 千年人参何等难得 就算是有人肯卖 那也是天价 我们哪买得起啊 不用买 有人死 小王争霸大赛已经举行一个月了 圣祖国为类谷 会场一块 小王国已经宣布提高奖励 只要能战处圣子 也能获得一株千年人参 师姐 你是怀疑当今的圣祖王腾 不是真正的使徒 师父死前说过 小师弟身负神童 天赋异禀 可王腾这些年 艺术频频不起 黄金神童始终没有决心 他靠一些灵丹妙药之笔 如果连这些灵丹妙药都没有了 他连普通的医者都不如 所以 一般这次大赛 是为了再确认一下 不可能 师弟在瓶里只是他晚了一点 才分配了艺术 况且 他如此光流倜傥 你可能不是圣子 三师妹 你为何如此忐忽他 我 没有 我就是实话实说罢了 圣女 比赛现场来了个人 扬言要打败圣子 迎走千年人参 好大的口气 到底是谁家的诗子 不像是世家公子 而且 还是个瞎子 瞎子 女儿 跟我回萧家吧 你萧家干什么 我都已经被你们萧家给赶出家门了 还让我回去干什么 嫁给黄四海吗 我也是没办法 那个黄总典明要娶你 如果你们家 他要撤资 到时候萧家吧 我也得进监狱 什么 这样 求求你 救救萧家 救救我 不行 我生是凌晨的人 你也是凌晨的人 你也是凌晨的人 逗 四海 若是不答应 他连凌晨都放不过 造成了我王四海 你知道他的为人 看你的身体这样 你拖累凌晨 也会拖累萧家 考虑考虑 别 你这样只会拖累凌晨 可是这 还不容易 还要一百万 哎 臭虾子 再跟你说一遍 这不是你敢来的地方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嗯 巧了 我也再说一遍 我今天来呢 就是想通过医术 挑战你们的圣子 就凭你 这口气也太重了 肝火尚服 体道虚汗 应该是肾息的厉害 是不是时常感到自卑啊 胡说 哎 先别急嘛 胡不胡说不重要 男人嘛 我懂 这样 我先给你开个药方 你先回去调理调理 门口火眼 你 不必行此大理 臭小子你找死吧 住手 见过圣女 臭瞎子 见到圣女 你怎么还不下跪 我不是个瞎子 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哎 你 我说了 我要挑战圣子 圣子也是你可以挑战的 你不过只吃这个瞎子了 再挑战圣子 圣子的颜面该往深处 好的过 你 这怎么可能 难道是我养花不错了 慢着 你的师尊是谁 我是孤儿 从小在云川福利院讲的 我的艺术呢 都是自学的 云川福利院 他不就是小师弟在的那个福利院吧 师姐 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何必跟他说这么多 赶出去便是吧 不 他可以挑战圣子 他一个瞎子来挑战圣子 岂不是辱没了圣子 规则里也没说 瞎子不能挑战圣子 听师姐的 要是不让他挑战 传出去还以为我们圣子怕他 好 既然你要挑战圣子 那你就要先通过我的考验 师姐 我要亲自挑战 只有通过我的考验 才有资格挑战圣子 不知圣女 要考虾我什么 只要 这是一碗解削毒的汤药 是我大师姐的独门秘质配方 如果你能辨没出里面的所有药材 那就算你通过考验 怎么样 辨没出来了吗 是不是 这种药材都是辨不出来呀 这也不怪你 毕竟 有几位药材是难得一见的当事真品 你一个赤脚郎周没见过 也不奇怪 凌晨 你输了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挑战我们圣子 来呀 把他过后面去 如果你们想用这个药去解毒解热的话 那你们药王谷招牌 就别想要 臭虾子 好大的口气 这药方是我大师姐的独门秘质配方 喝来砸招牌一桌 这药方是我大师姐的独门秘质配方 喝来砸招牌一桌 不错 说是不说清楚 天日不会善罢甘休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药里 应该有朵虫痰 夜明沙 断肠草 碧暗花 还有 丁香 有点本事 竟然都说对了 就算那说的也如何 敢对我要完五大师姐去 那就是罪个万死 我也想知道 这五味药 血射毒 到底有何不同 这五味药 确实能够解热毒 但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里面的丁香 必凶子抵击 而这碗药里 用的丁香 却是熊丁香 熊丁香 遇见左盘龙和断成子 不但不能解热毒 而会夹住人 病人服下 热毒 会立即发动 到时候 你们药王谷的招牌 岂能不咋 哼 你太无意 这味方是我大师姐的独门蜜蜜 而且你连看都未看 怎么能分辨死 我虽然看不见 但天地有阴阳 生灵有熊丝 人都分男女 丁香为何就不能分熊丝 把煎药的人叫子 这药是你煎的 是 圣女 这里面的丁香 你用的熊还是丝 回圣女 是 熊丁香 这怎么可能 我提醒过你 这药方只能用磁丁香 你为何不照做 我以为 都是丁香 效果应该没有差别 来人 拉下去 能对 圣女 我错了 我才也不敢了 多谢林先生 避免要往谷迷生受损 也可以挑战我们的圣子 去把圣子叫 妈 师姐 刚才是药同失误所 所以比赛结果不算 怎么 难道圣女 要言而无信吗 我是圣女 我说了算 三妹 大姐 不行 行我好再考教他一番 这凌晨有些苦 不如就让三妹再试探一番 紫家子 你敢不敢接受考教 自然 请向你出去 好 这次 我要考教你 全司机吗 开始吧 枕出来了吗 这会儿 我看你怎么做 这位病人 到底是什么脉下 那样你也整不出来 你就乖乖认输吧 输给我这个药王谷的三圣女 也不丢人 走吧 是黄金神童的印记 难不成 倒是有两个黄金神童 不可能 黄金神童只能存一 那他和圣子二人之间 一定有一个人是你 我诊出来了 这是喜脉 什么 你说 这是喜脉 你确定是喜脉吗 我确定就是喜脉 而且 是多宝胎 大姐姐 你们听到了吗 他说我是喜脉 而且还是多宝胎 是我想多了 他若是有黄金神童 又怎么可能会在木头上 枕出喜脉 怎么 难道我枕错了吗 你当然枕错了 正把你的狗也好好看清楚了 你枕了 到底是什么 我忘记了 你是一个瞎子 你看不到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大发自立告诉你好了 你整的 一直都是一块干木头 干木头 怎么可能不怀孕啊 凌晨 你输了 谁说我输了 可否借刀也有 你借刀有什么用 自然是向你们证明 这块木头 已经怀孕了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有没有怀孕 劈开你 一看便吃 好 我满足你 我就是要你输的西服口 来人 拿刀 小心点别砍到自己的腿 小心点别砍到自己的腿 有虫泳 木头有虫泳 果然算是木头怀孕了 不可能 全此枕麦怎么选的锅里面有虫泳呢 确实就在眼前 难道圣女 还想抵抬 我 凌晨 你果然有随手 一切等着 我这就去几圣子了 他肯定是天生的皇亲生 不可能 不可能有这种本事 只是 他怎么会变成一个瞎子呢 是谁要挑战本圣子啊 就是你要挑战本圣子 我 还是个瞎子 瞎子 就不可以挑战了 我乃堂堂要王谷圣子 岂会和一个低贱的瞎子比试啊 赶紧滚 小师弟 他也是云川福利院出来的 或许你们还可能认识 云川福利院 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凌晨 凌晨 瞎子也想吃饭 我不是瞎子 只是我有眼睛了 就不够被人挖了 肯定就是瞎子 还敢撒 给我打 你这样还没有死啊 你认识我 你究竟是谁 他就是我们要王谷的圣子 王腾 王腾 其实你的眼睛被我王腾用了 还挺好用 哈哈哈哈 你挖我眼睛 王腾 那王谷的圣子就是你 你们认识 我们当然认识 就是他挖走了我的眼睛 害得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而他 却凭着我的黄金神童 成了你们的圣子 你跟我说 我这黄金神童就是天生的 你少给我栽造无限 师姐 黄金神能飞避寻朝 岂能心意移植 我看 他就是想诬陷妖王谷的圣子 来搞坏我们的名声 对 他从小就品行低劣 最爱栽赃陷害 乱丢东西 在不利院里 可都是仍然喊他 没想到你到现在 还是死心不改啊 此种心术不正之人 就该护住妖王谷 永远不能踏进妖王谷的地盘 凌晨 还有何话说 我 这些人 自学医术 已经小有所成 新天性心脏病 我已经有了十足的跑步 其他的药已经备齐了 眼下 只差一出千年人参做药 无话可说 我今天前来 就是为了拿到千年人参 你一个品行低劣的臭虾子 本圣子 不接受你的挑战 不接受 我看你是不敢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应该还没有觉醒黄金神 偷的就是偷的 永远都成不了你自己的 虽然医术深不可测 小师弟黄金神童之事也一脸重重 不如就让他们鄙视一番 小师弟 他通过了三世纪的考验 你必须接受挑战 小师弟 你堂堂圣子 天生的黄金神童 难道还会怕他一个瞎子不成 对 当年我能把他踩在脚底下 今天也一样可以 好 我接受他的挑战 不过 鄙视规则 必须由我来定 只要能拿到千年人参 为什么认你选 那我们就比 真 谁是斩的真法品极高 就算谁赢 林辰 你敢不敢应战 小师弟就是一个瞎子 点着我 看你怎么看 小师弟 他眼睛看不见 怎么与你比真交 比不了 他可以认输 再说了 是他刚才自己说的 你什么 任我选 必须真经 刚好观察他 黄金神童 命迹的情况 那就比是真经 今日本圣子 那就施展回扬十三针 且看你如何应对 小师弟不可 我要十三针乃七品针法 你没有觉醒黄金神童 不可随意施展 否则会遭到反施 谁说我没有觉醒黄金神童 太好了 小师弟的黄金神童 终于觉醒了 小师弟 你怎么会突然觉醒神童 那还得感谢他 要不是他向我挑战 激发我的前脑 或许我现在还无法觉醒黄金神童 你 你可真是我的 贵人 你已经把他的遗址走啊 怎么可能又找起来 紫金神童 从未听说过 好像比小师弟的黄金神童 还要理解 我之前也没有听说过 果然是天下之大 无其不赢 什么紫金神童 我看他是金突变还差不多 对 我幼王古千年历史 后来只有记载黄金神童 从未听说过有紫金神童 他这眼睛 不过是吓唬人吧 白琴 你怎么看 事情还有疑虑 不能轻易决断 姓林的你好大的胆子 先是假扮瞎子 后来我接着弄出过什么 我幼王古 你就是这个问世 不仅如此 你刚刚说我挖了你的眼睛 但你现在的眼睛却完好无损 所以证明 你是在诋毁诬陷 诋毁诬陷 我幼王古 和我幼王古的圣子 最佳一等 明晨 你不可假不瞎子 诬陷圣子 我没有诬陷 眼睛就是被他挖了 而我这小眼睛 是后来长出来的 太狡辩 师姐 别再跟他客气了 此人若不严加承受 传出去 他以为我幼王古好歇惑你 你们可以不信 我也不想过多解释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拿到千年人生的光 是不是我只要施展出八品针 乖乖地跟我人书 把千年人生给我 徽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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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是七品针法 提此回声 看来不是传闻 小师弟真是太厉害了 此针法一出 天下还有谁能一直争取 徽养十三针乃是七品中最难的针 你若想赢我 除非使用更高等级的八品针 我看他一个瞎子 怕是连学位都长发 更连提什么八品针法 凌晨 你认输吧 终于寄几年来末路 好多年都没有听说过 有人会施展八品针法 你刚才的表现已经十分尽用了 现在认输不丢人 凌晨 你不是想要千年人生吗 你现在就给我跪 磕三个想投 或许我可以考虑也会送你 小师弟你真是太仁慈了 你还不赶紧给我跪下 不就是八品针法吗 谁说我做不到 你说的倒是轻巧 八品针法需要以气运针 没有黄金神童的两加持 根本无法施展 更何况是你 一个瞎子 上次让你磕三个想投 你已经是占便宜了 抱歉 从小膝盖就硬了 我跪不下去 我说过 我这要光明正大的打败 到千年人生 凌晨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 你没有黄金神童 怎么可能会施展得出八品的针法 我耐心有限 不数到三个 你要现在不跪 你就没有机会 一 不许抬举 自明清告 二 你要是再不下跪 可就真没有机会了 三 我可是给过你机会 可是你 不中用啊 是你自己不要的啊 我呢 红金以后你 你只配趴在地上 仰望我 嗯 谁说没有黄金神 施展不了八品针 黄金神童不行吗 我 竟然真的长出了紫金神童 这怎么可能 万一 他的紫金神童是真的怎么办 我要亡谷一诺千金 只要你能做的 天年人生 我必定双手奉上 如此正好 能仔细观察 他的紫金神童是否为真 师姐 小兄弟 那可是八品针法 连大师姐都做不到 岂是他一个赤脚狼中 可以做到的 你若是真的能施展出八品针法 这千年人生 我亲自奉下 好 原 鬼门十三针 请紧叫 鬼门十三针 这可是诗传已久的正宗八品针法 没想到 今天竟然能见到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他没有黄金神童 怎么可能会施展得出八品的鬼门十三针 我 我不认 绝不可能输 我也不能输 够了小师弟 你别忘了 你可是要汪谷的圣子 变祖先要服输 若有能耐 下次迎回来便是 对不起 大师姐 是我失态了 这底债 我迟早要 加倍偿还 可 我 一定让你加倍偿 小师弟 小师弟 小师弟的黄金神童已经觉醒 说明小师弟的身份并无差错 可这紫金神童 我们该如何处置 继续留意他们 我觉得凌晨 没有说法 可是 这事关药王谷的未来 圣子的身份 不能出现半年差错 小师弟输给凌晨的消息全面封锁 队外宣称 小师弟百战全胜 凌晨 凌晨 只有一天 我要将你碎尺万断 小师弟 师姐 我的眼睛 我是不是快瞎了 不会的 不会的 黄金神童毕竟不是你自己的 你现在全心觉醒 反而会造成反噬 时间一长 不 我不能下 师姐 你一定有办法救我的 你绝不能下 我还要做药王谷的国主呢 办法也不是没有 什么办法 凌晨 不是又长出一双眼睛吗 而且似乎比黄金神童还厉害 你的意思是 正把他的挖出来换给我 不错 不过 现在时间还不成熟 我们还笑再等一等 凌晨 你辈子 只能帮我做嫁衣 只能帮我做嫁衣 衣服放在老地方 换洗衣服在左边龟子里 电饭堡里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排骨 对了 晚上早点睡 背单背着我的换骨 老公 桌子左手边 我放了一张卡 你有点钱 立马是你生日 老公 你要乖乖等我回来 不对 不愧为云州出名的大美女啊 黄总有福了 不愧是我黄四海看中的女人 果然不愧帮你啊 啊 姐 黄总夸你呢 你要是能嫁给黄总 那是你的福气 咱小姐啊 可都全部指望黄总不吃了 月如啊 你可要懂日子 你去店年中 当然 我在妖王国请来了圣子 不管什么样的病 都能治好啊 那钱呢 你答应过我要给凌晨一百万 你说的是你的那个瞎子前夫吧 我告诉你 现在是我的女人 这样说话 我很生气 那瞎子有什么好 不到现在的 你还想着她 当年你为了她 已经和家族决裂过一次了 难道你还想重蹈覆辙吗 给她一百万 这那后半生意识无忧 这是你承诺过我的 居然敢无事 我再跟你说一遍 现在是我的女人 心里面不能有别的男人 我现在很清楚 这不过是一场交易而已 就算你得到了我的身体 你可能得到我的心思 得到你的心思 但是我最希望可以得到你的人呢 现在就去跟我动房 黄总之事 你给我闭嘴 我能让你消强的邪话 也他们能让你再随死 这儿如果已经是你女人了 想什么时候动房 还不是黄总你说了算 小强 还不得黄总跟你姐去公房 黄总走走走 这边请这边请 这个是谁啊 这不是那个瞎子吗 她的眼睛 凌晨 你的眼睛好了 我的眼睛已经好了 怎么可能 她之前不是的瞎子吗 她 失去双眼也能长不出来 这太匪夷所思了 从今往后 我护你一声 走 我们回家 等一会儿 这个 就是你的瞎子前夫吧 我告诉你 今天是我和月竹的婚礼 本来我想办完婚礼再去找你 没想到你还自己送上门来 来人 黄总 小沙要管孙女的便 请我不要了 放过凌晨 啥你 我怎么舍得呀 我还找了人给你治病呢 而且还花了重金哦 妖王谷的圣子 王腾 就他 只不过是我的手下败将而已 妖王谷的圣子 都是你的手下败将 你也太能吹牛了吧 别吹了别吹了 妖王谷乃一道圣殿 圣子更是医术通天 就凭你也想战胜 太自不量力了 她呀 她是连妖王谷都没听过吧 姐 你看到没有 就这种人 你留着她干什么呀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选择我们黄总 哼哼 我若真战胜了妖王谷的圣子 又到处了 这边请这边请 不去是吧 你信不信我在这儿就把你犯了 你想看新娘子脱衣服啊 你想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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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总大气 哈哈哈 什么场景都跑 我还没看呢 嘿嘿嘿 我说月如啊 啊 卷看大欧 好 脱 现在就给我脱 你们想不想看了 不看了不看了 告诉你 你这脸不要脸啊 你还在图我给你治病 不知又如何 我早就不想活 你存了一百万 你不要 马上照我说的做 否则 你文钱都没想拿到 你确定给他一百万 给呀 过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让你在家等我吗 你怎么来了 你那眼睛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好了 那我这自作主让我姐嫁给你 绝对不阻拦你离开 但你要骗我 撒谎 你就得跟我们下跪 给我没人说 好 一言为定 凌晨 你不能跟他躲 就算你的眼睛已经好了 但他毕竟是要挡古圣子 而且他有身子 你怎么能比得过呢 你有没有天说过一种 天父异离 合同古之一圣 无识子 好像是有听 但那只是传说 不是传说 我就是那样的人 古之一圣不过也只 黄金神 而我的紫金神 更是强无古人后来者 一道天父无人能死 狗屁的天父异离 你骗我解说 你能骗得了我吗 你不是说圣子说给你了吗 你把证据拿出来 一会儿拿不出来 你就给我跪去 磕头认输吧你 证据 就是这个 一个破格 这能说明什么呀 那你看清楚了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一个破人身 那能说明什么呀 那叫王大帅悬赏的青年人身 好像是真的 我见过 不错 有了这个东西 就可以证明 要王谷的圣子 就是我手下派将 在医术上赢得了圣子 谁能得到这千年人身 能倒 这不可能啊 凌晨 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 有了这千年人身 我就能治好你 我不信 圣子医术通天 连续一个月挑战数百场 都没人能战胜他 你凭什么能战胜他 那这个千年人身 又是从何而来 你输了 月如 我们走 他连圣子都能战胜 他岂不是天下第一神医了 好女婿啊 来都来了怎么就走了呢 好不容易来一趟 再多待几千吧 月如啊 以前都是姨娘的部队 你敢千万别往心里去 妈 这是干啥呀 住口 他连圣子都能战胜 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捧着 小家这是捡得饱了 有此等人无作战 何愁小家不崛起啊 这都不知道 他会不会原谅小家 哎 等会儿最新消息 要玩谷擂台争霸赛圆满结束 圣子连续一个月挑战百场 无一败计 姓林啊 你不是说圣子是你的手下败将吗 啊 那你这怎么解释啊 啊 原来是假的 圣子一场都没有说 圣子果然没败 好家伙 差点被他给骗了 好啊 你个死家子 竟然敢骗我们 我就说嘛 圣子一属通天 怎么可能输给你啊 你鬼圣子捏造事实 你圣子胆挺大呀 我没有捏造 我就是战胜了你们圣子 所以他们不敢说出来罢了 一排火烟 闲门都已经爆了 圣子无一败计 你还在这狡辩 我懒得跟你们解释 反正啊 我就是打败了你们的圣子 爱心得死 约如 我们走 居然还也会圣子威名 今天 是走不了了 您想起 打碎你的牙齿 打掉你的舌头 等圣子到了 听候圣子的处理 我 不要往走 我求你了 你饶过他 你帮我们走吧 你这样 是求人的态度吗 我求你 求你网开一面 月如 你快起来 我说的都是真的 王腾就是我手下败将 哎呦 你还敢直呼圣子的大名 最佳一点 来人 打碎他的牙 拔掉他的舌头 哦 以前不是瞎子吗 给我扣掉他的眼睛 让他继续做瞎子 你们不要 我求你们了 放过他吧 我们跑 哎 给我追 亮泽姬 苏圣女到 嘿嘿 你圣子 黄四海 你好大的胆子 本圣子驾到 凯云人即出门迎戒 这是要王国的圣子 果然不凡 还有苏圣女也来了 圣子大爷 这不是有两个龙蚁诋毁你吗 我正在处理这个事呢 圣子大爷息怒 息怒 哦 还有这种事 哎呦呦呦 有个大胆的龙蚁 居然说圣子是他的手下卖将 那完全不把你放在眼里 对 他还说了 你给他提鞋都不配 放肆 居然敢侮辱圣子 哎 圣女息怒 这话又不是我说的 我就是反来原话 他在哪儿 带我去看看 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 敢不管圣子 放在眼里 是我 是你 不错 就是我 不过不是不长眼 而是奖了一双 比一才强的紫薰神腿 大胆 竟然敢这样跟圣子说话 不要圣子一声令下 马上就对付你 你问他 他敢下这个命令 圣子有什么不敢的 圣子快下令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亲自动手了我 不能让别人知道 你输给你 我乃堂堂的药王主圣子 身负黄金神徒 医术天下不顺 只会输给一个 上不了台灭的赤锦医生 怎么可能会施展得出 八平的鬼门十三阵 不 我不认 我绝不可能输 我也不能输 圣子竟然真的输了 这 不可能吧 难道他的医术比圣子还高 现在 我也哪儿不定 竟然敢入音 不好意思 我之前眼睛看不见写不了字 所以 习惯录音了 你 那又如何 我这里面 还有 你们 要不要听啊 圣子仁慈 见他目不能适 常常讲些赢你 没想到 他为了赢 居然不拯手段 夹到瞎子 简直是无耻之急 你放 本圣子一时不慎 才会让你钻了空 我要和你再比试一次 你要是赢了 今日之事就此作罢 但你要是输了 必须立刻够贵 磕头道歉 并且永远不能再提你赢我之事 你敢不敢一战 这要赢 测试一下他的子肌神童 不论是不是真 如果是真的 太好了 好 你想怎么计 这是我最新炼制的顶级毒药 找一个人服下 你若是能解 便算你毒 若是不能 便算你死 好 我答应你 不过这个是药之人 必须有我反应 真是不自量力 狡献赢了一次 就以为自己还能赢 这也是没办法了 不毒不行 闪必输无疑 我觉得这个毒君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要不就让肖大小姐来试药 这样也能全力护我 对呀 他们不是夫妻情深吗 就让她试 对呀 凌晨 快开始吧 我们都迫不及待了 要不这样我觉得也可以 要不啊 你亲自试药 试药之人你最合适 你竟敢给我下腰 这是圣子同意的 试药之人有我指定 圣子你给我救我呀 如果他要是帮你解毒 他就不能算是我说了 不要啊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 我这毒药只有三分钟的解毒时间 你要是在我出声 没机会 别说是三分钟 就算是三年他也解不出来 你还是赶紧下跪公开认输 在圣子面前 你什么都不是 我倒是想念了 不过有些人不让 我求求你 你不能认输我 你不能认输我错了 我错了 那约什么呢 你还想起来 你不取了 以后他就说我姑奶奶 我把他给供起来 我不要了 毒药已经到完腹血 你还不赶紧抓 啊 这 已经进入气海叙 下一步就是心脉 到时候 神仙都难救 唉 看样子 我只能认输了 你不能认输你 我这里有一条一百万呢 你只要能把我治好了 另有种血啊 凌晨 如果你能救的话 好 既然我老婆答应了 那我就免为其难吧 凌晨 现在的毒药 距离心脉只有三 现在再开始解毒 怕是已经来不及了吧 看来这次 王子 可不是吧 圣子的毒药 那是一般人能解的吗 嗯 谁说我要解毒 直接排了不就行 凌晨 你这是把王子给害死了 凌晨了 天塌了 小姐 要被他连累惨了 凌晨 你怎么能杀人呢 咱们快点逃走吧 好 你觉得你逃得掉吗 凌晨 你说了 你还不赶紧给我跪下来 磕头认错 从今天起 不许再提你赢我之血 心血净之 是不可能 说什么 师姐 你看我说 他 这是什么阵法 我为何没有见过 他明明就是死了 怎么就不对了 不知道 看他这情况 吐了这么多血 不死也得昏迷 肖月如 你去赶火同监夫 害死王子 你是要把我们肖鸟 我私里逼啊 不怪凌晨 他也是好心哪 好心 好心的致死人啊 我看你就是怀恨在心 故意致死王子 来呀 给我抓起来 致死人 谁说我致死人了 嘿 醒醒 人都死了 还醒什么呀 早就投胎去了吧 嗯 嗯 啊 嚇死了 哎 哈哈哈哈 我好了 不止死不了 我还除掉了你的心稿 所以 这一百万 我受之无愧 谢谢啊 我还在想 之前呼吸 还有点不畅 哎 现在好了 这怎么又输了 这岂不是证明 他的医术比圣子更厉害 难道他的紫禁神童是真的 凌晨 得罪了我堂堂的药王谷圣子 我和你没完 我跟你也没完 这笔债 我还没跟你清算 怎么可能 堂堂药王谷的圣子 怎么说给一个真理的医生 不合理 这不合理 难道药王谷是朗德虚名吗 圣子大人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他才失误的 圣子大人一定是身体不舒服 天之妖灵 不过 这凌晨的医术 也不容小觑啊 我的眼睛 没事没事 圣子是输了 那是 因为圣子抱药 不能自行 故而在凌晨失真之际 提前进入职 原来不死 不愧是药王谷的圣子 得到你们的指点 请问 你们的指点在哪 放肆 凌晨 你能解毒 无非是靠着我们指点的学物 否则 你不知道毒药运行顺序 如何能解 不错 不过是本圣子心善 不忍他毒发身亡 过而指点你医治方式 这游医 却得了便宜 还卖怪 洋洋得意 那是想 本圣子让你遥有何方 哈哈哈 圣子不光仁慈 那些也非常的大度 是啊 不像某人 你们的指点 好笑 真是好笑 我刚刚施展的针法 是天旋九针 你们会 天旋九针 天旋九针神冬圣典 这是什么 这是传说中的神冬圣典 这种 无上传承的神冬圣典 难怪难怪 真是白瞎了这宝贝 怎么在他的手里 不可能 神冬圣典早已失传 怎么可能有人看到神冬圣典 失传 那看看 这是 难道你要说神冬圣典 就在这世纪球里 嗯 不错 这就是记载了包括天旋九针在内 天下顶级一树的小圣典 这上面什么都没有 你在骗我 上面的字极其细细 必须得有神冬才能看见 所以 你看不到 也正常 还给我吧 我看看 上当了 能借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怎么样 真的有吗 什么都看不见 等我用黄金神童试试 你怎么还是什么都看不见 黄金 我说过 蛙影之仇我一定会报 怎么样小师弟 怎么可能 我怎么还是什么都看不见 看不到 那就再加点劲 用出黄金神童所有的力量 这可是天下至高无上的神农 一道绝学 一定可以看见 一定可以 黄糖 你输了 小师弟快停下 小师弟 啊 我的眼睛 我的黄金神童 凌晨 你个非必小人 你竟敢暗算我 这身边什么都没有是不是 不错 这个 就是一个普通的水箭机 我说过 蛙影之仇 必报 凌晨 你真是太狠毒了 竟然如此算你我小师弟 不敢 他挖了我的眼睛 把我赶出福利院 让我自生自灭 他就不带毒吗 我不说 黄金神童 就是我小师弟天生的 你虽然在他陷害 黄金神童要是他的 那他为何不能掌控子儒 去遭了反省 难道圣子眼睛是假的 看着情形 十有八九是这样的 这岂不是 凌晨才是真正的圣子 他圣子 师姐我不想眼下 我不想眼下 我的神童挖出来 换给我 好 来人 把他的眼睛给我挖出来 我马上给我小师弟做不成 他是只有自己 你们不能杀害黄金神 对神虫的能力 义无所知 有谁 师姐 我不想眼下 没事 没事 不会的 不会瞎的 我们先回药王国 小师弟 师妹 小师弟的伤势如何 师姐 小师弟伤得很重 黄金神童 他是毁了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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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凌晨 他使诈 毁了我的黄金神童 你可替我报仇啊 想让我为你报仇可以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黄金神童 到底是不是你天生的 师姐 这个问题不是已经确认过了 黄金神童就是小师弟天生的呀 让他自己说 不行 我一定不能说 要是让大师姐知道 黄金神童不是我的 肯定会抛弃我 让凌晨到圣子 回大师姐 我的神童 确实是天生的 你敢发誓吗 我敢 如果我说半点谎言 我就不能好死 一怕虎言 这黄金神童根本就不是你 否则 你怎么会被反噬 再给你做后一次机会 说 这黄金神童 是凌晨的 小师弟 别再是密不误了 只要你老实说 师姐进去还能够原谅你 要是再试图隐瞒 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黄金神童已经废了 我要是承认 才真是万劫不复 我没有可以隐瞒 黄金神童就是我天生的 就算你今天杀了我 我也这样说 把这个坚持了 能还击你的伤势 报仇的事 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准复来 都到这种程度 小师弟还是不承认 难道说 我们会不愿望小师弟 黄金神童真的是他的 可是刚才这种情绪 他应该不会说谎 所以 我也很迷雾 那凌晨那边呢 他又打扮了小师弟 也就是说 他的紫金神童 应该是真的 可是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紫金神童 维京之系 只能继续观察 假的真不了 我一定会查出真相 哈 刚刚真是吓死我了 差一点就露馅了 如今我的神童被毁 大师姐也开始怀疑我 看来 必须得请药神出善了 药神 可是 药神已经退隅江湖多年 而且跟我们非心非故的 他是不会帮我们 不是他私生体 他岂能不帮我 这样的话 他一定会帮我们的 那凌晨 就死定了 不过 必须给他扁颜色看看 我都听你的 你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他不是很在乎那个病娘子 那就是从他的身上下手 月如 药已经炼制好了 快把他喝了吧 喝了就能痊愈了 月如先坐下 月如 你怎么了 我好痛 月如 你吃了什么 怎么会这样 我刚刚心口疼 就吃了点 送下这些碗 怎么了 你们要被换了 不是苏小九星碗 而是七重七花碗 是一种至阴至寒的毒药 月如 按来 按来是老天要生物 我都以为我要好了他 要被别人下了毒 月如 不是 只要找到龙蟹草 就能治这七重七花碗 不是龙蟹草这么吸引 你去哪里找啊 我听说 回春堂有两个 现在就去 去谁家 一定会把你揪出来 对啊 这病龙蟹草治不了啊 王小姐 您父亲的病 龙蟹草根本治不了 你是谁 竟敢信口开河质疑我 你又是谁 连我都不认识 难怪敢随意质疑我的药理 这位便是明镇天下的神医 你算什么东西 别敢质疑神医的用样 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原来 你就是和药王谷圣子齐名的神医张又可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也不过如此 徒有虚名吧 放肆 你竟敢对神医不敬 神医息怒 还不快给神医道歉 放肆 你竟敢得罪神医 啊 我这回春堂不欢迎你 赶紧的 人搓搓现 立马滚蛋 无法 我倒想听听 我堂堂神医怎么个须有其名 我已经说过了 龙蟹草根本治不了 反而还会害的 这点你都不懂 龙蟹徒有虚名又是什么 住口 既是万福于天 老板 先生 你要买什么 我要龙蟹草 龙蟹草 那可是顶级的珍惜 三百万一颗 你买得起吗 三百万 我只有八十万 能便宜点吗 我三百万一颗 你只有八十万 我说兄弟啊 咱不带这么砍价的吧 一七百万一颗 少一分都免谈 好 三百万一颗 有多少 我全都要 哎呦 王小姐 哎呦 王总 这是有事远迎啊 有事远迎啊 王小姐 报 这是豪门王家的人 要是龙蟹草被他们买走了 比如说毒就没法解了 李老板 你答应我的 一百万卖一颗给我的 哦 那就五百万一颗 要不说 豪门千金 这王小姐出手 那就是大器 不好意思啊 价高者得 王小姐 能不能分我一颗 我真的有急用 不好意思 我也有急用 我父亲的病 需要医整颗龙蟹草 才能治 哦 我明白了 你是为了得到龙蟹草 在这里兴一开河 就是为了让王小姐 顾与你争 是不是 你不要再胡闹了 我说了 龙蟹草我需要 也没有办法认给你 他欺负到我王家的头上 你是活得不耐 爸 别生气 这种人 何必跟他生气呢 不错 救人要紧 李老板 把龙蟹草拿来 李老板 好 好了 你走吧 若还有龙蟹草 我会给你留一颗的 只怕 站住 这是我的地盘 休想逃走 老板 你误会了 我没有想逃走 他扶下龙蟹草 必死无疑 洪总所患乃是寒症 而这龙蟹草又是质阳之物 克制天下一切寒症 哎呀 你何必跟他解释 你何必跟他解释啊 就听他 说了他也不懂 爸 你觉得怎么样 哎呀 这龙蟹草 果然神奇 好多了 好多了 哎 哎 哎 嗯 浑身都舒服啊 太好了 神医的医术果然名不虚传 小子 现在还觉得这龙蟹草 不对症吗 我还是徒有虚名吗 哈哈哈哈 自然 我依然这么认为 放肆 你没看到神医 把王总的病治好了吗 三番五次妄议神医 你当真是不想活了吗 别急 让药 再跑一会儿 我以为你是个明白人 没想到 是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快了 三 哎 二 把他的腿给我打断 揉出去 一 时间到 死到临头了 你还在装 爸 爸 水医你快看看我爸怎么样了 寒气乱串 已经攻心了 还这样的说中了 那你快救我爸呀 寒气攻心 无药可救 王小姐 准备后事吧 爸 爸 我说了 龙血草不适合他 你们还不信 怎么 现在是不用找我算账了 一派四点 龙血专制寒毒 岂能有错 只是病人 寒毒太深 无法救治罢了 不错 神医用药 这完全没有问题啊 龙血草的这不 可见它命该如此啊 龙血草是专克寒毒的药 它会把寒毒赶进人的心脉 让病人毒发 若是他不服用龙血草 寒毒便不会如此迅速的发作 神医 是这样的 当然不是 什么把寒毒赶入心脉 怎么不是肺败干脉 难道龙血草长了眼睛不上 除非 病人知此回生 便信你所说 我若可以 又 那我再送你一棵龙血草 拜你为事 若不能 你便自决当场 若你真的能救活我爸 你王家 必有后报 无需后报 我只要龙血草 我只要龙血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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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小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林辰 原来是林辰兄弟 刚才实在对不起 无妨 韩国已经来 您只要不用一点 顾客排员的样子 就可以成月了 哎 神医 还我王家如此信任 你却差点要了我爸的命 我知错 还请王小姐原谅 你要贵的人不是我 而是他 别忘了你们的赌约 你该拜师了 王小姐 王小姐 神医乃是当事名医 怎么能拜他为师呢 林果仁 一个不答应 混账 先敢跟我们王家作罪 哎呦 喂 王总 看我这张嘴啊 胡说八道 您承担个屁放了啊 别跟我一般见识 你学一道打者为师 拜你 不丢人 弟子给师父行礼了 行了行了行了 起来吧 记住啊 以后低调点 是的师父 有个神医做徒弟 肯定能帮我解决不成部分 林先生 这里是一千万 请您务必要收下 一千万 好大的收入 龙血草已经足够珍贵 不该再收其他的 钱就不必了 我说了 我要龙血草 李老板 我再买一只龙血草 抱歉啊 王小姐 这龙血草啊 就一根再也不会有多余的了 什么 只有一颗 怎么可能 当着王小姐和神医的面 我怎么敢说谎呢 这龙血草的本来是有两根 但是被人买走了 就这一根 还是我偷偷的给藏起来了 谁买走了 要王谷 圣子 王腾 我们要不要阻止啊 不 让他们比 为什么 小师弟的神童已经废了 我们可以借此机会 看一看紫金神童的能量 到底有多大 如果紫金神童比黄金神童厉害 我不介意 让他当阳王谷的新圣子 嗯 凌晨 你不能去 王腾的处心积虑都要你过去 肯定是有阴谋的 不行 只有他们有龙血草 哪怕是龙潭虎血 我也必须得去 我不去 我不去 你只会死 如果我们之间必须死一个 我希望是我 啊 凌晨 你若有事 我绝不夺活 药神剑堡 无疑失败 不愧是药神 连续剑堡三百次 无人能胜 简直就是天下无双啊 武长 要王万岁 药神万岁 万岁 万岁 本来呀 还准备了一颗龙血草 谁能战胜我 我便送于谁 看来啊 是送不出去了 可惜 可惜啊 凌晨怎么到现在很热热 该不会是不敢来了吧 不 他一定会来 谁说送不出去的 凌晨 现在啊 不止是我这儿没有了龙血草 包括整个市场 它都没有了 所以说啊 你要是想要龙血草 就直接去要王谷了 哼 王堂肯定是故意的 难道 月弱的毒 是他让人像的 凌晨 所有的龙血草 都已经被我买了 你是不是很生气呢 你太过分了 我有什么过分的 就允许你买 不允许我买啊 你想怎么样 我想要你眼睛 你给吗 你休想 那完了 告诉你个消息 明日紫玉阁会举行一场健保会 奖品就是一株龙血草 期待你能够顺利拿下 小师弟 你为何要告诉健保会的事啊 他凌晨 他凌晨废了我的眼睛 我一定要让他的眼睛也废掉 神童虽然厉害 可终究还是有弊度 那就是不能一天内多次使命 否则下场就和我一样 所以你 没错 明日药神会心智 我一定要毁掉他圣子之位 我得不到 他也休想 师姐 不好了 药神和小师弟用龙血草逼迫凌晨 要和他比健保 我们要不要阻止啊 药神 我要挑战 什么 还敢挑战药神 他不会是疯了吧 别以为自己会点医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这里是健保大会 你配来吧 赶紧滚蛋 你想尽办法要邀请我来 而你却让我滚蛋 你不怕我来 这个 你承担不行 林晨 你算什么东西 你配吗 大伙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这位啊 就是一个 没人知道的野骆子 是他 用花言巧语 给我们萧家的气女萧月如 给骗到手了 这俩人啊 在一块就成了蝼蚁 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啊 原来如此 就凭你 也配挑战药神 简直不止死活 而且 最重要的是 他 用阴谋诡计 毁坏了圣子黄金桶 说 这种人该当何罪 原来你就是罪腿祸手 你这是罪甘万死 罪 罪甘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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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听到了吗 赶紧给圣子磕头道歉 然后滚蛋 我说了 是有人要求的 而你却让我走 这后果你可承担不起 我呸 这种场合 但凡脑子正常的人 都不可能要求你这种身份下的能人来 可可换我们圣子 你觉得可能吗 他要是敢邀请你啊 那就是他不懂人情 不小事理 这一块就是厕所里打灯 找死了 哈哈哈 苏圣君 你打我干啥呀 因为你该死 圣君 我表现的不好吗 哼 因为邀请我来的 正是你在追捕圣子 我呸 圣子能邀请你 我才不信呢 相不相信 你自己问问他不就知道 林辰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的 嗯 你如此处心积虑 我若不来 岂不是辜负了你 你就是林辰 比我想象的 年轻多了 少废话 想比什么尽管说 我赶时间 痛快 很简单 三局两胜 第一局 我们就比 你我二人 各从中挑出一块 揭开后 谁的价值高 谁就算赢 不过 你放心 我们现场请来的是 健保专家 保证 公平 公正 没错 我以首席专家的名义 宣誓 确保比试 公平 公正 大厦最不靠谱的 就是你们这些专家 不过无所谓 妙臣 开始了 开始了 你 你已经死到灵头 还不自知 待会儿你也能报应 我看你如何得意 诶 诶 都安排好了吗 圣子放心 45号 是假之过异的帝王律 妙臣已经知晓 这次肯定没问题 查到了吗 她们究竟有什么意义 她们要通过健保消耗凌晨 让她的子性神童自爆 这么歹毒的阴谋 我们要提醒凌晨吗 暂时不用 建计行事就行 这是 传说中的天眼 没想到 她竟然修出了天眼 这就是天眼 可以堪破胸 用来剑猫 最合适不够 梅子 她竟然有天意 霓晨 那可有一堆事 您可要竭尽全力 仔细挑 我找到了 四十五号 人最顶极的帝王律啊 黑人 数据切开 果然是帝王律 价值至少两个亿 神啊 一出手就是帝王律啊 惨了 小子 输定了 药神的天眼果然不光 她作弊了 什么 别急 看看再说 小子 我已经看了一个 价值两亿的石头 你的石头 找到了吗 哎 我跟你讲 这个人他也只是医术可以 论剑宝肯定多批多 你还不如用你的神从 把所有石头碰到你 兴许 才会有惊喜 哎呀 林辰 你要是第一局都赢不了 那后面两局 你更没有机会 所以 你还是竭尽全力的找吧 好 我找到了,就是它,一定价值连城 价值连城,你,这就是一块从石头堆里挑出来的废石,怎么可能价值连城 不错,这块不算,允许你再找一块去 不,我就是那 蓝色呢,有蓝色的玉石吗 从未见过,玉石当然没有蓝色的,所以这块是毫无价值的废石,这一句要神圣 林辰啊,想不到你开了半天,就开出来一块废石,真笑死我了 你说这是块废石,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清楚,究竟是什么石 这,这难道是 是什么你快说 我来说吧,它的名字叫做坦桑石,比钻石价有一千倍 价值,至少百亿,价值百亿也不可能啊 两百亿,怎么可能 说,是不是这样的 回圣子,确实如此 你说你都意外派好了吗 意外,这是个意外 后边还有两句,肯定没问题 黎晨,没想到你连右脸石都能发现,看来你的好运很让人羡慕 对,他,他就是运气好 不论实力,他给药神提鞋都不会 对,肯定只是运气好 对,他就是运气好 可惜啊,下次你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好专家 下一局,你什么 回药神,下一局比鉴别古董 这里面有很多古董 你们各挑一件 看看谁挑的古董价值大,谁就赢 黎晨,这些古董可不是什么小数 你可要仔细想哦 要来见古董见别玩 我就不信你的死金神童不会爆炸 世界,他能行吗 关键时刻,一定要阻止他 九十九号,五遥远计划 小子,刚刚是我一时大意 这次我绝对不会再梳理 卢瑶,圆青花 果然是卢瑶,圆青花 价值至少五千万 凌晨,药神已经拿到了价值五千万的圆青花 要是再不找,可就来不及了 怎么才是废铜烂铁 不行,我一定要找得比圆青花更贵的东西 有血了,有血了 小师弟,他马上就坚持不够了 师姐,黎晨快住手 要不然你会被反噬的 你要是停下第三菊肉书 你就拿不到龙蟹草吧 不能停,一定停 一定要拿到龙蟹草 快,阻止他 快,快 凌晨 你的眼睛都要瞎了 这个价值 是圆青花 啊 你可瞎了吗 还没有 只是眼角留了点血 什么玩意啊,林辰 你说你手上这破桃罐 价值比能够圆青花 价值神徒在你手里 也只是抱歉听 他怎么会选出一个破桃罐 还以为有多厉害呢 原来只是花里胡哨的假把势 嘿嘿 林辰 你说了 我们开始第三局了 你可坚持住哦 第三局 可是不像这些古董那么简单了 睁开你的头眼看不起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哦 广子 你现在就有什么价值 什么 你 不就是个破桃罐而已 你叫什么 不过就是一个桃罐 先秦时期 如果历史悠久一点 不知什么钱 那你看 下面到底写的什么东西 一行字而已 能说明什么呢 使皇帝不死药 这怎么可能 使皇帝不死药 这 这是装秦始皇 长生不老药的罐子 不错 这个就是秦始皇 装长生不老药的容器 里面的东西 就是长生不老药 不过 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化石 只要详细研究 逆向研发 就能研发出长生不老药 你们说 这个东西 是不是远胜过远青花 无价值宝 这肯定是无价值宝 你给我坐下 我赢了 龙血草给我 你不说没问题吗 我也不知道 龙血草在一起 你要想拿到 我最后一关 哪一关 我真的很想吃 你的紫禁神童 和我的天 这个能量更强一些 你别 你的紫禁神童已是强 而我的天原 没有任何的消化 只会立即不回不掉 不能答应 他们想毁掉你的紫禁神童 圣女 我不过是想和她 切脱切脱而已 那你 可以给我龙血草吗 如果不可以的话 请你让她 好 我也想知道 紫禁神童的极限 到底在哪里 好的 在最后看一眼 就花花指尖吧 先言 未高级 好强啊 林晨 你死定了你 死定神童 也不够如此嘛 可惜了 要是能成为我要王国的圣子就好了 死了 他锁着小师弟 一定会完达成了 林晨 这就是你给我做的那些下场 把他的眼睛给我画出来 你先做碎了 未够 好 我来满足你 那 来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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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你怎么了 自己神童 好强 啊 怎么回事 小师弟 他还没死 剪剪牙子 还一整 伤了腰神的体验 对不起 又有点失望 林先生 师父有兴趣加入我们要王谷 师姐 你 改变主意的话 随时和我联系 这林晨这么厉害吗 那以后我得少惹他 林晨 你的神童毁了 你的眼必须毁灭 小师弟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他现在不过是强弩之梦 坚持不了多久 去叫黄泽海 多逼他使用几次 他的紫禁仙童 必会无影 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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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晨 林晨 那边来 你快走 你快走 不要怪我 林晨 四海 我杀了你 看到这个是什么了吗 看到这个按钮了吗 一万多的高压呀 只要我按下去 他马上就变成灰了 哈哈哈哈 这黄四海 绑架人倒是有一套 好戏就要开始了 好 你放了他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放了他 可以啊 可以啊 滚下 给我扣了 我就放了他 我 不能挖 你好不容易恢复他 你不能挖 林晨 不挖 你也可以 我现在就让他死 好 我挖 我 我 果然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我 林晨 他们都是骗你 就算你完了 他们还是不会放过我的 凌晨 你走吧 别管我 下辈子 我还嫁给你 你这个有情有义的 可惜了 绣王头去信你了 你不用管是谁指使我的 今天我做什么 你都得答应 不然 他死定了 就算我挖了引擎 你也不会放 我还能替他报仇 你 那就绝行第二套 上则有 绝行第二套放 是 好嘞 不挖 也可以 听说 你这个 什么神童来着 就是啊 你生死的王金神童 还有妖王的天眼 更难对 好 今天我知道 看看你的紫金神童 到底有多厉害 你要如何见识 你看见那块瓶子了吗 有你的紫金神童 为真大学 把他们全部给我打算 放了他啊 嘿嘿嘿 说话说话 凭什么质疑我呀 啊 你只能相信我 明白了 好 如果你敢实验 我第一个杀 这就是他的弱点 太重感情了 那师姐的弱点呢 我的弱点 就是你 灵晨 你的眼睛 没事 有点显眼 还以为他多聪明呢 竟然还没发现 这是个陷阱 不 他已经发现 可是他不得不跳 我灵晨 我求你了 灵晨 你快停下 你是他们的阴谋 这会毁了你的眼睛的 我求你了 你停下吗 没有了你 我要这神头有何用 灵晨 你快停下 我求你了 你快停下 不能停 不能停 我不能没有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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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可以放人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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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看你的家子 还能发起多大坨了 把他给我放下来 放给收子处理 李川 李川 对不起 都是我连累了 对不起 太好了 他终于瞎了 不好 我能感应到 他还没有瞎 可是 黄四海已经检查了 他紫金神头一会 别瞎无一样 别哭 再哭 这不好看了 你的眼睛 太好了 你的眼睛还在 好啊 都这样了 你的眼睛还不瞎吗 你还不瞎吗 紫金神头 果然要比黄金神头强很多 只可惜 无法移植 越强大的 反噬就越厉害 这种程度的反噬 肯定是人无法能够受的 下一步 我们该怎么 难得就这样放过他们吗 当然不会 我还有后续 林川 走 我们离开这儿 走 走 我看你们能走多远 黄思海 向上给他叫鼓 幸亏 圣子留了后手 你知道吗 他现在身上 可是有一千条蛊虫啊 快 用你的紫金神童 把他一根一根 一根一根一根 你逼出来 我能感应到 他的神童 已经是强弩之木 把这一千条蛊虫逼出来 他的紫金神童 闭毁 林川 他们就是想 毁了你的眼睛 你别伤大 你别伤大 我怕死 我怕你死 死了你 我要这神童有何用 快点开始吧 不然 蛊虫将进入心脉了 王思海 是你赶紧打电话 安排护士 今日 烈子 哼 能活着出去再说吧 就是这样 再快点 还努力点 快使劲 再使劲啊 快啊 快啊 不要停啊 不要停 我就不信 这次 他的紫金神童还不保护 快了 快了 就差一点 啊 哇 别这样 我求你了 你快停一下 快点 继续 去查费会一下 有了你 我要这神童有何用 一切 你结束了 明晨 你毁我的一切 现在 咱们扯平了 多了吧 喂 拿刀来 哥 哎 反正你现在也吓了 我这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现在就咱们杀了你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放过他吧 他也进去瞎了 他不会那生死有任何威胁的 我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他 我求求你 为了上司的一切 我怎么可能让他跑 再让我下棍 让我颜面扫地 你去死了 你要杀他 那你就先杀我 嗯 你 杀你 我怎么忍心杀你 他要留着你给我生儿子呢 给我带走 现在该到你了 眼睛也瞎了 活着比死了还痛 来吧 加倍 五个好胎 谁 说我已经瞎了 啊 不好 他的尸头好像生化了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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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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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好啊 五彩仙狗 啊 啊 现在 甚至 受死了 我哪 啊 殇 还 ark 海 才 reb 凌晨 我从心这么远 你还这么念得到吗 五彩神童 来真正的黄金神童 是能不断生机变化的 上天何其不公 听什么给他不给我 我们快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月如 我已经拿到了龙蟹草 现在 我就给你解毒吧 怎么样 寒杜和蛊虫已经被驱除了 而且 你怀孕了 你说的 是真的 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我们 我们有自己的宝宝了 是啊 我们终于可以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一无两人 三餐四季 再加上 一个可爱的宝宝 正常人 碰手可得的生活 我们 经历了无数的苦难才得到 所以 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啊 不行 我们要赶快逃走 为什么 我们在这里住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逃 得罪了王堂和王凤 他们不会放过咱们的 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我们的孩子考虑 月如 你多虑了 他们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 怕我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来找我麻烦 况且 我的紫金身头 已经升华成了五彩身头 连黄四海他们都怕我 何况他们呢 那好吧 王特 为了月如 为了孩子 我一定要灭掉你们 宝儿 爸爸想你了 你还有别的事 没事我挂了 别别别 爸爸想向你道歉呢 以前是爸爸不口 你姨娘也知道错了 所以想请你回家 给我们一次弥补你的机会 你说 是真的 当然当然 要不然也不会给你打电话呀 那好吧 那我们在家等你 灵晨 对不起 灵晨 他毕竟是我的父亲 既然他已经知道和解了 我没有理由不原谅他 灵晨 你想想 假如我们的小宝宝出生了 他问起自己的外公 咱们也不好解释 对不对 灵晨 好 我陪你去 我暗想 还好我的天眼没有毁掉 只要烧家休养 就还能恢复 弟兄 你的天眼还能恢复 可我的黄金神童 这永远也没办法好了 不要难过 你放心 爹 已经给你整了无尽的财富 哪怕一辈子看不见 你也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我想要的 不是无尽的财富 你想要什么 你放心 怕想要天上的星星 我都给你站下来 你干嘛 我不要生死 我不要 我有你的点钱 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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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哎呦 姐姐夫 你们来了 快快快 里边请里边请 回家带什么东西啊 马上开饭了 来喝茶 月如啊 喝茶 谢谢姨娘 看来 他们是真的回心转意了 月如啊 你的身体确定确育了吧 姨娘 我都已经完全好了 多亏了凌晨 是她治好了我 现在 我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那就好 你马上离开月如 姨娘 你说什么 我现在好不容易痊愈 我和凌晨 我们互相扶植走了这么多年 你让她现在离开我 你胡处呀 正因为你痊愈了 我才让她离开你的 既然如此 那这萧嫁我不留也罢 哎呀月如 你是不知道呀 我们也是有苦衷的呀 我们不是嫌弃林辰 实在是林辰她得罪了药王谷啊 我们小家这小门小户的 实在是招惹不起呀 月如啊 我们也没办法 你姨娘给你物色了一个极品家训 背景和靠山强的几万倍 绝对可以抵挡药王谷的压力 原来你们今天找我 打的是这个主意 我告诉你们 我这辈子 除了林辰 谁都不嫁 你们放心 要王谷的报复 我来担沉 你住口 你不就是会点仪术吗 能赢圣子那也是取巧 要王谷树大根深 我们小家就这么芝麻点大 要王谷吹吹风 就能把我们小家搞去家破人亡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的 这种事听你姨娘的 你姨娘又不会害你 再说 林辰开个医馆 能挣多少钱 我给她一百万 让她这辈子一时无忧 我是真没想到 你们小家 专敢说出这种话 首先 钱 对于我而言 或多或少 都唾手可得 再者 区区药王谷 我林辰 无惧的 不错 您是有几分医术 可那又如何 那可是要王谷 人家还是圣子 这要人家说几句话 你可这有多少人来报复呢 月蜀 你可不能看着我们小家 上下十几口人 因为这小子 而密散皇权吧 两百万 你马上跟她离婚 然后嫁给我们 给你选的如意郎君 妈 缺缺两百万 这我姐夫随随便便 就能挣来啊 你不能这样 短签博实的啊 话题 他们的实力 你是不知道啊 你是我的儿子 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 现在是钱的事吗 是要王谷 再想帮着他们说话 你给我滚出小家去 好好嘞 总之今日 你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如意郎君 他是不是很有钱啊 不只是有钱 还富六T他 地表人才 你嫁给他 一点都不亏 不错 不知道 他强一百万倍 我倒是要想看看 你是什么人 竟然比我强几百万倍 那你可要听好 他就是 当时最年轻的神医 张又渴 你说什么 你们挑的如意郎君 是张又渴 不错 他就是神医张又渴 小师弟 你把我遇到这儿 是有什么事吗 我想请问二师 你是不是想像大师姐 废掉我的圣子之类 改立临成为圣子 小师弟 二师姐 我想听你的真相 圣子是药王谷的少主 需要继承和发扬药王谷的 无双医术 和造福天下 本来你是最合适的 谁知道 你失去了黄金神套 对不起 我作为药王谷的圣人 必须要以最有力的方式继承 那如果 我的眼睛还能再恢复 真的 你的眼睛还能恢复 不错 我不仅能再恢复 我还能再次进化 一举超越凌晨的五彩神 若真是如此 世界自然是支持你的 只是 你怎么将眼睛恢复 还能超过五彩神红 当然可以 我们一举得到一个秘密 肯定能治好我的云 就需要世界 把我给小 你说 只要我能做到 做什么我都愿意 世界 你对我这些太好 因为 我想要你的眼睛 是你说的 什么都愿意 你说什么 挑的如意郎君 是张又可 不错 就是神医张又可 张神医出身名门 假世界和背景通天 完全可以抵挡药王谷 他既然如此游行 又岂能看得上 看得上 看得上 你是没看见 我把你的照片一给他 他看了一眼 瞬间就被你不住了 眼睛都不会眨了 哎呦 姐夫 如果是别人的话不行 但是张神医啊 你确实不太行 好 那你们倒是给我看看 背景通天的张神医 敢不敢抢我的女 他当然要来 儿子很孤独 专门来跟月如相亲 所以你赶紧拿着钱 赶紧回来 别的坏了月如的好事 人臣 你就当为我们小家 考虑考虑 和月如离婚吧 我说过 区区药王谷 不足为戒 至于那个什么张神 在我眼中 只不过是一个拥义罢 拥义 你的医术 还不就靠着那双眼睛吗 林辰 你除了会打架杀人 还会干嘛 你能打得过 整个药王谷吗 自然可以 你搞笑吗 能治病的 只有那双黄金神头 你的这个 就只能算 坑蒙拐骗人祸 他真的会治病 我的病就是他治好的呀 治好你 那也是他的运气好 今天 你必须讲究张神医 对啊 姐 要不你这只考虑一下 要是别人的话 还真不行 这个张神医啊 确实非常不错 哎哎哎哎 那个结果 我没乱说 我就是建议 别生气 我告诉你们 我只嫁给凌晨 从今天开始 我跟你们下家断绝关系 凌晨 走 既然这张神医这么优秀 咱们得看看吧 见啥见 我跟你说了 我这辈子就嫁给你 但是我想见 我想看这张神医 见到我 会是什么表情 你这种货色 张神医当然是不惜一共 好 要不我们打一个 我赌这个张神医 见到我 会马上跪下认错 好 还要跪向下跪问错 我就给你刻一百个小 还要不复杂 你就乖乖滚住 我们小小 他愿意断绝关系 永远不要来击晨他 好 一言为定 凌晨 张神医什么身份 他怎么会给你下跪啊 他会的 因为 他已经拜我为师了 他是你的徒弟 对啊 只怪我 没有提前告诉你 你听到了吗 他说张神医是他的徒弟 你信吗老公 儿子你信吗 当然不信 张神医乃医到世家 想学医 直接跟家里人学就行了 还用拜你为师 这要是别人的话 我是真不信 再要是张神医的话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师父 你怎么在这 这是我老婆家 我来接她回家的 这 不是的张神医 你听我解释 你老婆家 师父小马 我今天是来提亲的 没想到 还竟然成了连禁了 和你一样 我也没想到 什么和你一样 你能跟人家张神医比吗 张神医 你听我解释 其实是 本来想过几天 介绍给你们认识认识 现在好了 只跟着底的免得介绍了 不知道你娶的是月如的妹妹 还是姐姐 我还怎么不知道 萧家还有个女儿 这个嘛 其实 萧家只有月如一个女儿 什么 月如一个女儿 张神医 你听我解释 其实我跟你介绍月如的时候 是有过月如 前年的小事 那时候我忘记了 其实那个 小舅子 你说什么不可能啊 哎呦 我的好女婿 你总算是来了 我们都整不及了 来都来了 带什么礼 张神医 太客气了 还带什么礼物啊 张神医 什么张神医 叫姐夫 姐 姐 姐夫 哎 这姐夫的事不急 我跟你姐的事 你姐还没答应呢 哎 你姐呢 她回来了吗 哎 回来了 回来了 我们家月如啊 一听说被您看中了 昨天晚上都没有睡着 天都不亮 就跑过来这儿 等着你呢 月如 快过来拜见张神医 这姑娘呀 羞涩 果然是纯天然的大美女啊 比照片上漂亮多了 其实 我也是这么一个人 我知道 你们是想让月如离婚 改嫁给我 哦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我们都打定清楚了 张神医就喜欢 结果婚的女人 哎呀 人妻啊 那个张神医的喜好 真是宇宙不同啊 新时代新想法吧 结果婚的女人 更会疼人 对 我是喜欢人妻 但绝对不能是她的 哎 为什么 你知道她是谁吗 当然知道了 她不就是个 瞎了眼的废物吗 拆个破衣馆 照妖撞骗 虽然戴了双眼镜 但自寻死路 得罪妖王谷圣子 不错 妖王谷的圣子 是何等人物 得罪了她 那岂有好压商 我们当然 不让月如跟着她受苦了 所以才想把月如 嫁给你 对呀 良情责目而期啊 你看我姐这天生丽质 跟张神医您那 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千万不要因为 她的身份低贱 你就对我姐有看法啊 张神医 听到了没 我的身份低贱 所以你作为我的弟子 你的身份 岂不是更低贱 你还好意思说啊你啊 张神医 你可知道 这个胆大包天的废物 他刚才说了啥了 他刚才说了啥 他说你拜他为师 见了他 就会马上给他跪下 不错 我是说了 可是 他们都不信啊 我们当然不信 张神医是什么存在啊 那是个圣子齐平的身份 他能卖你为师 你给他 给他提鞋都不配 还不赶紧跪下 给张神医道歉 你难不成得罪了圣子 你还要再得罪张神医 你是不是写自己死的太快了 不是这样的 林泉 他只是一只口误 你还道歉 对 再不赶快给张神医道歉 就算是张神医原谅的 我们也不会放过你 别忘了 你记住 你得罪过圣子 再不求他张神医的原谅 你就万劫不复了 要我道歉 那你们倒是问问 他敢接受吗 你冒犯张神医 你还不道歉 你就是为这一只天地地 对 应该跪下 对 为这道歉 博尔 难道 真的要为师 给你下跪的 师父 我知道错了 张神医 你一定是弄错了吧 你怎么可能拜他为师啊 难道他刚刚说的是真的 张又可定是他徒弟 他就是一个学了一点医术的赤脚医生 他怎么配得上当你的师父 就黑 你不是 你对我师父的了解一无所知 师父 都是这么蛊惑我 我对师娘没有一点想法 殷诚 他 真的是你的徒弟 你来说吧 师娘 我真的是师父的徒弟 你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我是由衷地祝福二位 白头偕老 早生贵子 我还以为 你要打你师娘的主意 既然认错了 那就该知道认罚 师父 这是五千万 请原谅我这一次 你怎么给他那么多钱啊 我说了要你的钱了吗 你师父我 是贪财之人吗 不不不 不是师父要钱 是我孝敬给师父的 师娘我错了 就当给你们的结婚红包 你看他既然如此 那我们 好 既然你师娘开口了 这件事算了吧 谢师父 谢师娘 不过师父 这红包务必收下 这孩子 逆思一下就行了 怎么还送一个意 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意 不是一个意 怎么能满足我对师父的敬意 既然是我好徒儿的一片孝心 那我就收下吧 又如啊 这可是咱好徒儿的一片孝心啊 咱可不能辜负他 嗯 果然是好徒儿 谢师娘夸奖 张真一 你怎么给他这么多钱 一个亿啊 你 你要是花一千万把他弄死了 剩下做彩礼 我们就一定能把月如给你搞到手 一千万就想把他弄死 你知道黄四海和他在几十号手下 他死了吗 不是 是他招来的 什么 连雷电都能操控 你们好自为之 萧家人 我警告你们 我对我师父的敬意 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你们对他不敬 就是对我不敬 你绝不轻饶 师父 师娘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去吧 谢谢师父 凌晨 以前是我们有眼无捉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们萧家的女婿 对对对 好女婿好女婿 但是你之前跟月如结婚的时候 财礼也没给 要不然就拿这一个亿不上吧 有道理 财礼少不得 姐夫 以后你就是我亲姐夫 还给我 这是我的 从今天开始 我和你们萧家断绝所有的关系 婚礼的彩礼金 你们一分都别想拿到 走 我们走 你 姐夫 姐夫 这一个亿啊 我的一个亿啊 我的姐夫 从现在开始 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怎么会呢 这不是 还有我们的宝宝吗 小师弟 你去哪了 我刚才到处都找不到你 我先去找了药神 又去找了二师姐 药神和二师姐 他们不在房间里 他们去做什么了 你知道吗 可能睡着了 哦 对了 那你找他们 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去找他们借点东西 你找他们借什么呀 眼睛 眼睛 小师弟 你胡说什么呢 眼睛怎么能随便借呢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杀了林辰 为你复仇的 杀了 就能让我的眼睛恢复吗 虽然不能让你的眼睛恢复 但是他伤了你 我就要毁了他 真羡慕林辰 有个女人为了他 宁愿舍弃一切 你要杀他 你就先杀我 我怎么忍气杀你呢 我要让你给我伤儿子呢 给我带走 他跟萧月如的感情 确实令人惊愿 那你呢 师姐 你愿意为了我 付出一切吗 你不愿吗 我没有 不 你有 忧愿意证明你根本不可能 像萧月如爱林辰那样爱我 你对我的感情是假的 不是的 就是 你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忧愿 小师弟 我爱你 你知道的 打从你第一次进耀完骨气 我就开始爱你 为了你 我不惜背叛师们 我不惜隐瞒你是假圣子的身份 我是真的爱你 我是真的愿意为你付出所有 是吗 那你也可以把你的眼睛 信 你想要我的眼睛 又犹豫了 我 你第二次犹豫了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小师弟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林辰连我一根脚趾头都不如 凭什么会有人为他毫不犹豫 而你 却犹豫了 不是的 小师弟 你听我说 我不听你解释 你继续欺骗我的感情吗 小师弟 我没有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三师姐 去跟二师姐 你团队吧 为什么 要杀我 为什么 因为我要你的眼睛了 得到了一部秘法 只要将药神的天眼 和你的二师姐的眼睛 一起练化 我就能得到一个 更加强大的定日之眼 还给他取了一个 特别好听的名字 叫做 神眼 小师弟 你不能这样 从全会万劫不复的 万劫不复又怎么样 就是要变得强大 我就是要光明 我就是变得强大 就是要林前趴在我的脚下 我一辈子把他踩到脚下 小师弟 值得呜呼 你第一次犹豫 不是不想为你死 而是我在想 如果没有了我 一个人该怎么照顾自己 如果没有我 世界根本就不可能 让你成为生死 我第二次犹豫 是因为我知道 你的进化 根本不会成功 如果我也失去了眼睛 我该怎么保护你 小师弟 如果你真的需要我的眼睛 那你就拿去吧 我会希望你成功 我会为你 祈祷 一切都是假的 你一定是在骗我 只有萧月如和林车 才是真的 一定要杀了他们 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这是二十节的眼睛 立志型的 这是三十节的 丹凤眼 这是二十节的眼睛 立志型的 这是三十节的 丹凤眼 这是我爸的天意 竟然如此尽大 我将会光明了 明晨 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 找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开始全新的生活 这里的一切 我都不想再看见了 也好 换个地方 迎接新的生活 这是什么 看来 我们走不了 为什么 我有预感 王藤的眼睛又恢复了 而且 会比以前更强 他一定会找我的 那我们更应该快点跑 我们总不能东东西藏一辈子吧 这个事 我必须跟他咬个两段 先回去了 回去再说 二妹 三妹 是我 小师弟 你的眼睛 没错 就如你想的那般 我的黄金神童 是假的 是我从林晨的眼睛里挖出来 然后撞进去 所以 他 才是你们真正的 小师弟 早就应该想的 早就应该想 师姐 你还没有告诉我 我这神眼的名字 你喜欢吗 我怎么样 你 师姐 我这神眼的威力如何 是不是很强大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 我这神眼 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让我来 慢慢的 告诉你 王头 你要干什么 这神眼 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 能 是 这叫邪恶之隐 是天地间一切邪恶所化 力量无情 与林晨的五彩神力 强多了 因为邪恶 是无限的 当然 我还给他取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叫神眼 师姐 你觉得这个名字好听吗 妖神和你两个师姐 都是你干的 没错 正是我 神眼的威力太强大了 普通人承受无助 所以我叫他们的眼睛一起练花 师姐 我是不是很聪明 小师弟 你是圣子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 我还是圣子吗 你不是都已经打算废掉我 力力成为圣子吗 我 林晨拿点笔得像我 为什么你们都要像着他 我们对你不够好吗 师父可曾亏待过你 师父 师父当年是对我好吗 他只是看上了我的黄金神童 要是没有黄金神童 会举办对我吗 黄腾 你简直 无可救呀 为什么要救 堕落不好吗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 我的黄金神童究竟是不是真的 你这身材真是太好了 每一次我都忍不住偷看 你一次看的我都是欲罢不能 黄腾 你这个恶魔 现在 你的身材更加的完美 看得我 更加的欲罢 我这身影 还有第二个特殊的东西 那就是 能看透人心 你自己都不知道吧 其实 你已经喜欢上了凌晨 这只是潜藏在你内心身处 最真实的神 没有意识到吧 所以啊 特别的生气 你别的愤怒 为什么你喜欢的人不是我 因为你不会 你根本就比不上他 我挑不到的东西 我就会掉他 黄歇 很快我就会将他送过来 跟你们团聚 世界 你这神眼的威力如何 凌晨会杀了你的 就让我先杀了你 你 你又是去找凌晨了 也好 就将你们 一切都杀了 凌晨 我总觉得心神不宁的 好像要出事了 要不然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走不了了 他来了 凌晨 不好了 王腾杀害了他的两师姐 还有他的亲生父亲 也就是要神王凤 用他们的双眼 练着了一双地狱之眼 为了一可怕之急 现在 可能你对付他了 地狱之眼 好可怕的名字 凌晨 我们赶紧快 师姐 我果然没有猜错 你果然来找凌晨了 凌晨 就让你起 今天起床吧 凌晨 看到了吧 这就是我神眼的威力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这神眼是我用了 还有我亲爹的眼睛炼成的 别提有多好用 恶妈眼界 我绝对天下地狱 连至亲之人都能下手 你可真是个恶物 这一切不都是你逼的吗 是你 毁了我的鸿鸡神头 才让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你本性的恶物 却把人因归咎给他人 这是无药可救 你不死 天理男人 还想让我死 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小废话 解招吧 不开孕头 采贤头 黄儿 采贤头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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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掩的威力如何啊 不怎么样 凌晨 快走 我拖住 师姐 你竟敢让我吃醋啊 后果很严重 你这辈子 就只有吃醋的份了 那就让你们下地狱 去做一个图面约要吧 五彩神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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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 地狱之言 不过你的五彩神童 因为 邪不压制 不可能 这世间多的是 邪和黑 最少的就是 过敏和正义 所以我的地狱神言 可能 离不过你 使我还不够邪恶 只要我 不够邪恶 我就 一定能 战胜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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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只要你跟我结婚 王家的几百亿资产 都是你的 王小姐 你很漂亮 但我真不能娶你 不行 你必须得去啊 林肯 你是药王谷的圣子 我作为圣女 必须要嫁个圣子 这是药王谷的组织 你违反不得 老公 老公 这才几天 竟然这么大 我觉得我的宝宝 有点不舒服 你带我去医院吧 嗯 好 你的肚子 怎么变这么大 因为 是假的 肩帐 哈哈哈哈